自热的金属在撬动热血汗水和泪血 这种能力是有勇敢的强者所能控制的 我们是腰刀的主人 保安要的历史就是800多年的历史了 保安族的我们的鲜饼是先给陈吉思汗打冰器的一些 刀将陈吉思汗在西镇的时候留在了青海的巡化这一块 我们的先民受到当即的各民族的一些欺负吧 迁到了咱们大河下这一块就印制下来的 它的主要就是特色就是上面这些花纹 就是因为这种航河流水纹的蜘蛛纹的几种花纹 主要就是性能韧性这方面特别好 就是它的锋利度可以就是起头刮胡子的心 其实 毕业的这几个国家的飞机项目 这是2006年7月5日 国务院五花坡 列入国家自治区的飞机中央的成立 从2006年到现在的2016年 这十年当中 那么国安要求职购的猛获 子质下调 现在整正说家庭德国主治 两个公司出来的话 不足两百五十万 都叫做一百五十万 所以我们国安要求面临着 很多严重的离子和试痕这个东西 我叫马云维 今年33岁 保安族 家住甘肃省 吉士山县 刘吉祥 陶家孙 我那是一个做造的一个豆酱 也是国家级非不中华遗产 保安约要到断职记忆 神级传承人案 我们保安要到的这个工艺 就是最好的就是这种折花刀的工艺 它是就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以前就是没有就是好的铁片和钢片 就是到处收集一些的废铁呀 废的钢片这一块 然后把它在火炉子里面 就是千锤百链打出来的这种花红 轮到一块儿 反复的就是折大 我小的时候就是七八岁吧 七八岁就是跟着父亲就学习大刀了 小时候我们玩的这些玩具呀 就是眼里面见的 但是都是就是大锤啊小锤这一块 就是从记忆当中就是 就是从小就就做这块刀了 嗯 好 我记得你 这 我记得你 那是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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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你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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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爷爷他们传下来的 估计有8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呢是叫西瓜头 是保安要道里面 一个最精简的款式 这是我爷爷做的 就是当时这把刀 没给人家了 说是当时就是 50年前吧 就是70块钱 没给人家了 后来前几年 就是我父亲 就是用了5000块钱 把他收回来 就是收到我们家里面来了 这是我爷爷亲手打的 我家里面子把他收回来 并且从宝宝 把我带走 给人家里面 好 我应该是 父亲他也是存小跟着爷爷 他们一起打刀的 也没上过什么学 但是他做人很实在 包括在做刀这方面 以前小的时候告诉我们 不要做刀的时候 不要特工减料 然后做刀的时候 不要说那稍等一下 不行 我父亲是前年2014年去世的 现在我大儿子已经是八岁多了 上小学 然后想让他读书吧 读完书 我还是会教他做这个八岁多的 因为我们已经是四五代传下来了 我也想这就继续给儿子们传下去 父亲呢 就是八岁多的国家传承人 我现在是神奇的 然后争取就是国家级的 我也自己争取国家级的传承人吧 然后让我们保安药道 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级的 非无中华一场吧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咱们保安药道 然后学习和传承 我们的保安药道文化吧 我们的保安药道 就是防身家里面就是生活运据 现在社会里面 就是我们少数人的地方 还是就是家里面在牛啊 在羊啊 还是起的生活运据 在外面呢 很多人都是带起的 就是收藏品啊 工艺品 装饰品 这一块做的 以前就是做药道 就是维持家里面的生活 因为家里面比较困难嘛 所以打药啊 维持生活 现在呢 就是保安药道 我们就是作为传承人以来 就是不仅仅是自自打刀 它整个代表着咱们一个民族 还有就是传承和责任这一方面吧 我们打刀 所以说做一把刀 也实际就是能兴兴齐作 因为你也尽快要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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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